当时开始自己的创作的生涯的时候 实际上是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七十年代是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 对于我们当时比较 实际上我的出生的地方是昆明 在云南的昆明 但是云南昆明实际上是一个 在中国是一个边陲的城市 在一个边疆 我们要学习绘画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靠一些书本上的知识 所以能够考到外面去上学 其实一直是我们从小的一个理想 然后我是第一年的七七届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考得虽然不错 但是被体检的原因 身体的原因就没有考上 那个时候我的另外的一些学画的朋友 像张晓刚 像毛续辉 他们在那一次就已经考上了 张晓刚去了四川 毛续辉他们在昆明的本地的学校 我是后来半年以后才开始考上四川美食学院 考上四川美食学院就从 我记得当时坐火车去一个慢车去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是相当于年轻时候第一次出院了 就坐着这个火车就开始去四川的方向 在火车厢里这个车厢里的时候 所有的云南人呆的这种车厢 在云南的境内整个车厢是静悄悄的 云南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小 越到四川境内的时候 这个车厢的声音就越大 因为四川人说话都是非常喧嚣的 就像猴子在叫一样的 我当时就觉得就等于是到了一个完全不能适应的这种环境 当真的到了四川美院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和我们原来学习艺术的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 在过去我在云南 其实我已经就是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间 已经受到很多在云南的我们前一辈的艺术家的一些影响 就是比如像经常像吴冠中啊 像颜艺生啊 这些艺术家经常去云南 然后本身像我们这种老师辈的 像丁绍光 杨铁峰他们这些也在云南 当时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但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一种有点形式主义的那种画风 画的都是装饰绘画 他们都是用一种云南的少数民族啊 这种装饰性的这种风格 所以我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然后而且他们宣扬的这种 经常在做讲座 还有在辅导这些艺术家的时候 就当时的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时候 影响的时候都是提出来的 都是和当时的那种 正统的学院的这种绘画 有点不一样的这种思路 比如说但是到了四川美院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身边清一色的这个同学呢 都其实是更多的受到这种苏联绘画的影响 而且我们身边的同学就已经 一进校的时候就非常的成熟了 因为像我们一个班的同学 或者一个年级的同学 我们跟七七届实际上只相差半年 我们是七八届 我是七八届 然后七七届七八届年龄最大的同学 是大我们十岁的 比如说像罗忠丽大我十岁 何多林也大我们十岁 我和张小刚是那会儿在一个寝室里面 还有周春阳 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寝室 然后比我们还小的小六岁 所以一个班有十六岁的这样的差距 但是一进去我 我就是用学院的观点来说 我们是画的最差的 但这个让我们当时特别沮丧 因为我在昆明那个小的城市 在去到四川美院之前 其实我在那个城市已经有点小有名气了 但是这种小小的自信 一下子到那种城市就被摧残了 所以就一直比较 但是而且我身边全是受的影响的 他们都比较崇拜这种现实主义的 这样和写实主义的这样的绘画 而且很快的我身边的这些同学就开始 在我才一年级刚刚过的时候 就开始能够有很多的草图 开始画一些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就已经和那种证照 就已经和当时流行的这种艺术 有不一样的这种趣味和想法 我记得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同学他们其实都是跟知识 都是知青 就是上山下乡的知青 还有一些是当兵服务员的 有一些是上过五七一校的 比如说周春牙 陈崇林 他们是已经在之前就经过很严格的这种学院训练 是一个美术中专的这种 所以他们第一是画得很好 第二是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成熟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固定的想法 但是当时我记得八十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机会来 那会儿的每个人创作出来的草图 是要经过开会来看的 就是因为经过审查过的 因为当时的艺术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参加全国美展 全国性的美展才有出路 全国性的美展要审查 那么就每个人先要画一个铅笔的草图 画完以后全部拿去评审 这个铅笔的草图通过了以后 才能够领到材料费 发画布和画框给你 那么我记得第一次 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挂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 然后就当时美邪的 我不记得是蔡若红还是王琦来审查 就是当时的美邪的主席 和四川美邪的李少言 就是当时四川美邪的主席 还有我们的院长 当时的院长 还有书记这些来审查 审查完的结果就是全部枪毙 因为当时我们周围的这些同学 基本上都画的是控诉文革的一些作品 但当时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意见 中央还没有意见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 但是当时的这些知青呢 已经在很多 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同学 画的很多题材呢 都是反映着知青生活的 就是还有表达这些很多的困惑 这是 但是当时我和张小冠 我记得我们两个人是 当时在学校有一个绰号 叫云南两怪 因为我们俩画的东西呢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 只要画那个课堂的作业 我们就画得不好 我们没有在云南原来学习的时候 没有画过这种长期的作业 都是在街上画素写的 只要一画素写和勾线 我们就画得特别好 就很自信 但是呢 一画长期的课堂作业 一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作业 我们就画得趋黑 所以就也比较自卑 然后画的题材呢 我们也是一种有点 就是偏向于形式主义的那些东西 当时也对一些 开始对一些就是 印象派以后的东西开始有兴趣 也有机会慢慢地 这个是慢慢地开始接触 但是当时在整个学校呢 还没有什么书本 也没有什么能够看到这些资料 以前唯一的来源 就是看一种苏联的叫 是过去的老的艺术家留下来的 叫星火画报 星火画报每一期 这个星火画报里面 能够印刷一两张这种苏联 寻辉画派的东西 比如是像有列宾啊 苏利克夫啊 谢洛夫啊 这样的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的标准 包括在比我们老一辈的那些艺术家 像像侯一鸣啊 像这些一些中央美院 北京的这些艺术家的他们的一些早期的那种印刷品 能够看这些东西 后来学校是在我们的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进了 引进了一套世界美术全集 是有印象派的作品 也有一些古典绘画的作品 当时呢是好像是三十本 然后呢 在学校呢就开始就说可以看这些作品 但是每一个班呢 要提前由老师呢 去要上油画课的时候才可以看 素描课不可以看 因为油画课要学色彩 那么上油画课的油画老师呢 先要预约 约好了以后 比如说这个星期 星期六可以看 那么就全班就一起去看 全班去看的时候 门口摆了一盆水 然后大家要先洗手 洗完手以后就怕把画册搞脏了 然后呢就全班进去看 看的时候就你就觉得 就是那一天看的时候 就恨不得把那个眼珠子都挖 就是把那个画册都存到那个 整个存到眼珠子里 就拼命都记 记那些颜色 记那些东西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渠道呢 就是除了看这些画册呢 就是去看那些国外的电影 当时的国外的电影 已经有一些 早期已经有一些罗马尼亚 什么日本啊 那些电影是彩色片可以进来了 看那些电影的时候 就像看一幅一幅的画面一样 所以那会儿我们流行画一种 叫记忆画 就是把这些看过的电影 像画莲花画一样的 把它那些构图 那些形象都把它记下来 每个人都在下面画的 在学校呢 就看这些同学可能太不容易看这些画册呢 就做了一个玻璃柜子 做了一个大玻璃柜子呢 就每天在里面放一本画册 那个画册呢 就每天翻一页 每天翻一页呢 就能够就让每个人看一下 有时候有马提斯啊 有高跟啊 有这些 然后每天翻到那一页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是和张小刚 还有春芽 我们是 我们就要每天去 有一个本子 然后这个本子呢 就每天去 把那一张画淋没下来 拿着水粉 把那些颜色啊 就记录下来 就是翻一篇 我们就去记录一下 翻一篇就去记录一下 因为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还有那个时候学习呢 就是靠一种同学之间 我觉得真正的启发都是同学 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是 这些同学都已经进校的时候 就已经画得最好的 就已经很粗色了 所以四川美院 一直有个很好的传统 就是老师不亚学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老师 都觉得学生画得很好 大家那会儿都是一起画画 就是全部人都摆着画板 有模特儿的时候 大家一起画 画的时候 老师也拿一个画板在里面画 可能在里面画的最差的一张 是老师的 因为老师是不如学生 在那个时候 因为十年积累了很多人才 这些学生已经很强了 所以四川美院老师是对学生 非常的支持和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这些老师呢 所以四川美院的教学 其实是一个没人管的教学 就是他不管你 就是属于他和别的学校是不一样 他也没有系统 所以学生反而能够自由地生长 和按自己的想法来表达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教学和这样的东西 然后那会儿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强烈的就是互相之间下面的交流啊 也比较多 然后经常在一起 这种环境呢 就让我觉得和原来的云南的那种很不一样 但是这两种不一样的就显得 对我来说就显得要比我周围的同学比较复杂 复杂一些 就是我始终觉得艺术还有另外一个参照 因为在以前蒋铁红和丁少光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就说徐悲鸿不是艺术 就在我们心目中是徐悲鸿是大师 列宾也是大师 但是他就说徐悲鸿的东西不是艺术 列宾也不是艺术 好的艺术是他们一开始那会儿就在说一些蒙德里安啊 说一些就是非常现代派的一些东西 就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等于我们的艺术一直有两个参照 一个参照就是我们正在学习的那个环境 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传统的这样的学校 另外一个方面又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这个传统的 就是我们的家乡云南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我就是在 就像一个人骑在一个双头的马 摇摇马上一会儿偏向这边 一会儿偏向那边 所以就摇摆不顶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就是相当于 你不知道该干嘛 就特别想 而且在整个同学里面也不是特别的自信的这样的 但那个时候就不停地开始画 那个时候我和张小刚合作的比较多 就是大家都开始 因为也也没有钱 每个每个星期我好像我还有奖学金 我一个月能够领到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一个星期能吃好几次 能吃肉能吃到肉 其他的同学那会儿吃饭的时候 一个星期能有一张肉票 然后呢就可以吃一顿肉 然后那个我记得是张小刚是不吃肥肉的 所以很多人都要跟在他屁股后面 因为他可以把那个肥肉切给你 你吃那个肥肉 所以罗忠利也要抢他的肥肉吃 那会儿跟同学的关系也互相也比较亲近 互相也形成一种有点像教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感谢观看